在新闻开始呢为您报道高雄传出的公安意外 现在有来自现场的最新画面 这是在南子区蓝田路上国防部军备工程银产中心 有挖土机在施工过程当中疑似因为地面松软 导致大型的挖土机压到了一名50多岁的工人 工人又腿断肢松一途中就没有生命迹象 目前还在医院抢救中这是来自现场的最新画面